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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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到五马克的日常 这阵子啊 深受被痛的困扰 才发现那骨牌架的床 早已不堪符合 尤其床软到一个无法支撑 网幕上面搜寻关于床的问题 无意间注意到棉豆腐 是一个床的混血儿 把独立桶和泡棉床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我选择啊 在生日的时候下定 给自己一个好的睡眠品质 毕竟 我们每天在床上 至少都会待超过八个小时以上 棉豆腐他们有推出一百碗的试睡计划 不喜欢的话 一百碗内可以全门退退 当然的 你也是要做好一些清洁的动作 我想是保持它的床垫干净 外面的塑胶套保存好 因为我啊 太期待了 所以我太早太早就把我的床架给撤掉 把床直接放在地上根本就像睡在地板上一样 非常痛苦 冰冷 马上联系豆腐小编 帮我跟外送师傅接卡 我非常期待师傅的同志 在晚餐的时候我终于接到电话了 预约了隔天来安装 要提醒呢 他们道府安装是免费的 除非你是离岛 或者是不要平衡 李方娜在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有很详细的 途中啊 我跟师傅聊天 看见他组装床架的用心 原木木板啊 他已经没办法完全贴合 所以啊 师傅在索罗斯的时候 很细心的左右上下的调整 这时候你就可以知道 专业是藏在细节里面的 完成了床架的组装 一直在犹豫是否要自己打开 因为他是一张会呼吸的床 可是师傅聊天发现我们都是高雄人 就有一种他乡御库制的那种路犯 师傅却一直叮嚀我 说打开的时候很瞬间 割破外面套子的时候要注意 后来啊 当他搬完之后 我发现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移动他 毕竟他是一张双人加大的床 开箱解压缩 唤醒也没有服务 开箱解压缩 唤醒也没有服务 开箱解压缩 唤醒也没有服务 最近他在泄气了 他床为什么可以压缩成这个样子 用机器 我不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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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太神奇了 好咯 天啊 他在自己死 太厉害了 他现在还不是最膨胀的时候 因为我网路上面看他说要24个小时 所以才被... 24小时之后才会完全膨胀 这样我上次就不能睡了 可以 一样可以睡 对 他还是一个普段 太厉害了 而且很...一瞬间耶 让你看看会呼吸的床 根本是一场魔术的表演 从一个圆柱到一张床 就像烤蛋糕一样 你看 它就像豆腐一样 躺在床上整个背部啊 被支撑的感觉是真的超棒 就有一种觉得 好像买了一张饭店的床回到家里 没有好的睡眠 就没有好的精神 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另外啊 我还有特别买他们的枕头 因为我个人本身啊 是比较喜欢撤睡 所以我觉得在脖子这一块 很需要支撑 如果买那种太冷的枕头 就是会很容易造成 早上起来脖子很酸 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扰的话 我觉得一个好的枕头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另外另外另外 我还用他们家的保洁垫 因为我真的好怕把床弄脏 你睡觉休留口睡 今天大概是我睡觉床床的20多天 那平常我自己去打球啊 回来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 运动的伤害 如果是之前的床 会让我隔天起来的时候 会腰痠背痛 但是我换了这床床之后 我觉得它的支撑性非常非常好 除了它可能边缘的地方啊 会有一点没办法支撑 我有跟他们的小边缘摸过 他说是因为 豆腐的设计 市众没有钢圈、胶水跟缝线 使用面部直接一体成型往下包袱 边缘约3-5公分比传统躺床软 但比美式泡棉床严 除非习惯长时间做床严工作 对睡眠不得任何影响 也不会因此 塌心哦 对我来说稍微一点点的缺点 但也不影响 因为毕竟 有睡一个好觉真的是 幸福神奇 其实前阵子真的是 没有睡好那种感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 我相信在网上面搜寻 都可以看到他们相关的讯息 跟影片的讲解 想要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要买一张床的话 真的要建议你是要去试堂 过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而不要用短短的 是3分钟就决定你8个小时的时间 你没有好的睡眠品质的话 是会影响你一整天工作的要在转捕面 你知道吗 买了张床之后 你整天都想要跟他黏在一起 我是说假日的行为 你会不知不觉的 躺在床上就睡着 不算但是应该是出往的才床 忘记关掉录音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拜拜 喜欢今天的影片吗 别立刻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1 1 1 2 1 1 2 2 3 1 接 1 2 3 2 2 1 2 3